很快來關心的是含著感冒有關係的消息 說接下來這兩禮拜 在一邊關這局的高級 將來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峰期 不過現在有醫生在發行 說國內上主要這個A型流感的病毒 已經產生變化了 這個病毒對著治療的革命業務 科劉感說現在已經出現百分之百的控油性 夏天春天的九十 剛才是流行性感冒發揮的高峰期 今年冬天以來已經有十三的流感冒症 其中三的人已經死亡 不過聽說有流行性病毒 事件事發揮 再來主要流行的A型流感病毒 可能已經變症 才會讓流感疫苗保護 不像我們暗算作用 接著這個說法 一般關節就表示 病毒是有變症 不過流感疫苗也是有效 十年這麼長期的一個 臨床的觀察跟調查 因為它十年當中 疫苗的變化那個更大 都還有這個效果 所以說這在臨床上的話 我想民眾不需要擔心這個 疫苗絕對有效 另外鑑鑑科醫師也表示 這次主要流行的比度是H1N1 會當臨床流行三檔 現在H1N1的比度已經變症 病毒株也已經對 治療流感的靠合油物 靠流感出現百分之百的控油性 讓治療上更困難 目前的H1N1幾乎對客流感幾乎都沒有效 那目前H3對金鋼鑑鑑幾乎都沒有效 可是呢 如果兩個一起使用呢 大概有效的機會可能要有80%到90% 藝術表示 這次人兩禮拜是流感的高峰期 提供有萬聖一倍 四歲以下有二 六十歲以上老大人 是疫情流感的高危險分 但是有家嫂 發生辛苦的聽這款的病毒 要趕緊到大便宜看醫生 比較說專做檔政病患悉嚴這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 醫生在發言說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在到這個痛風 像這個台中有一個做到的環節 因為這個痛風酒現在擺去 現在感染大便宜 不過有哪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醫生說 阿息東來喝淡沒有紅酒 等到是對到痛風有幫助 痛風有越來越年輕的情形 台中只為三十多歲逝留的都有 十八歲就出現這款的症狀 但時間很快 經常吃大魚大肉 最後他的傷口 大筋頭 是飼料 痛風石 整個人走路都有困難 骨營會破掉 今天大便宜才知道嚴重症 痛風石破掉 造成了感染 所以住院住了快一個月 破掉他的傷口會非常難以癒合 那比較嚴重的話 甚至會導致要截肢 這幾年痛風還價 開始有變年輕人的情形 甚至有十五歲的股中心出現痛風 屬於油脂功能最順 醫生就提起一般的大人 尿酸質才會夠以上 倒三下人可能會有痛風 不過在吃的方面也發現 喝淡沒有紅酒 開始對痛風症狀的減輕有幫助 以前佔不到一層 現在大概有兩層五上下 只有紅酒 它在少量飲用的時候 大概每天小於120到150cc的話 那大概可以降低那個尿酸的指數 醫生就說通風是因發尿路結石 油脂白白鮮油脂 甚至是心肌更色西蒙的香酒脂 如果家裡有通風遺傳白素的民眾 吃東西要比較少 畢竟遺傳只剩一兩趴 包括九十幾個通風還價 然後又是因為吃得太好 所以可以去的 接下來中下報道 出來要看就是 有在台北火車頭旁邊的 台北專門站在完工 到時候民眾可以在那裡 來坐這個國度的客運 不過人坐的時候 說這個一點點 就有三百多台的客運車 會這樣進進出出 說這個運動對著交通 運動是一個大挑戰 鋼龍斌表示 以後這裡也會有電量營和商場 BOT營運可能在五十年裡面 為台北市帶來兩百十億的收入 不過台北橋頭附近的客運車 以後都要開來這裡載人 直接為市民高架橋處理 才會讓原本的 常常開車的市民大道更開市 需要積極去處理的 大概是下午尖峰的時候 那這部分我想我們也不排除 在這邊做這個雜道移控的一個處理 獨了市民高架橋 為了票面承德路的車都開車會 台北市交通局也幾歲 要在保安南的方向 設大客車專用桌 可以當有好控制附近的交通 也變成專運和營運的大挑戰 記者林鄭路貴鎮林 代表報道